出席醫師節慶祝大會 總統拋政策力多 不只政府帶頭和一屆靠攏 民進黨也打開耳朵 傾聽一屆意見 親自到門口迎接 在講台上和總統並肩而坐 他是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周慶明 傳出將代表一屆列入 綠營不分區安全名單 這也代表原本黨內 屬意的人選 具備牙醫專業的前衛副部長 陳時中將成為遺珠之憾 雙方看似風平浪靜的背後 其實正上演一場心風邪雨 熟名一屆自救連數 在醫師社群瘋傳 批部分區最後居然要有陳時中取代 醫師代表 難道往後疫情再來要有醫師解決嗎 難道民進黨不知陳時中仇恨值多高 還有醫師節大會 竟派陳時中出席 真的把醫界看橫扁 呼籲連數把陳時中的名額 蓋由周慶明取代 這個其實是會員的反應 其實我們也 我們站在醫師權力會的立場 我們是當然是 我們去爭取我們的 那至於說 這個其他的這些聲音 其實我們真的是不曉得 每一個專業團體都會想要自己在立法院有相對的有代表性的人來做他們的應該說代言人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您仇恨值太高 我覺得不斷的來用這樣的個人的有點類似攻擊的行為 我認為這樣子不可取了 要幫綠營守住一屆票倉 或許陳時中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